好 各位我是Tim 欢迎收看本期视剧风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和正常 稍微有这么一点不一样 还有大概几十秒以后 我就要拍我这辈子经历过 最爆炸的一个镜头了 祝我好运 就是玩 实话说这都已经过去几天了 我现在浑身都疼 这次拍摄太可怕了 这次我们用去Vivo X60 Pro Plus 拍这个被爆炸先飞的片段 其实是我们在像叠中叠3里面的 一个爆炸场景之境 也是我最喜欢的影片之一 这些话题其实我自己非常感兴趣 因为从小到大看这些大片 爆炸绝对少不了 可假如你看过真实的爆炸 你就会意识到 它和电影里的差别还是很大的 威力要大很多 但视觉上并不会这么震撼 所以这些电影里面 视觉上惊人的爆破效果 是怎么实现的 为了了解到影视爆炸的秘密 我们特地邀请到了上映场的烟火老师们 他们游走于各大片场 经验丰富的一批 所以我们向他们请教了不少爆炸系的知识 那我们知道了影视烟火中的爆炸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物理爆炸 一种是化学爆炸 那物理爆炸的特点主要是压力瞬间释放 然后推动戒指对外做工 换人话来说就是往外扔东西 从而产生爆炸的效果 那像《盗梦空间》里这段看似CG的爆炸效果 就是通过高压氮气来完成的 而我们这次拍摄主要采用的是化学爆炸 那化学爆炸是通过化学反应 快速产生巨量热量还有气体 来实现爆炸效果 那之所以这药包被裹得严严实实的 就是会让气体能够迅速膨胀 气压迅速增大 这样药包破裂的时候 释放的能量也就会更大 此外化学爆炸所使用的原料 也就是烟火势口中的化肥 基本上都是有可燃物还有氧化剂 按照一定的比例来物理混合而成的 那像这次我们使用的碳粉 就是能够快速燃烧产生橘色火焰的可燃物 而像高氯酸钾这种氧化剂 则能在反应的时候提供大量的氧气 使爆炸变得更加剧烈 哦对 还有面粉 就我一开始以为面粉的作用 应该只是为了使爆炸更好看 然后看起来层次会更加丰富一些 但其实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就是面粉能够实现粉尘爆炸 那受限的空间内处于悬浮状态的面粉 在有火源的情况下 就会快速燃烧 引起温度压力共同升高 从而产生爆炸 但这一点一定要非常当心 粉尘爆炸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那除了以上提到的原料 有些电影也会用到真正的炸药 那像拆弹专家中 为了实现桥底爆炸时候的共振 还有真实性 就埋了接近一吨的C4炸药 那除了开头的致敬片段 为了能在短时间内 给大家整更多的火 那编导可以说把我安排得明明白白 愣是让我演了一个小片段 其实这个片段真的让我 太难忘了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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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次爆炸戏的难点 其实不在于爆炸本身 而是要在于你要一气呵成 虽然我们仿拍的镜头很短 但是在一个镜头内要兼顾爆炸 走位还有运镜 这真的很费劲 只要有一个环节衔接出现差错 那整一条可能就会前功尽弃 所以在开拍前 我们进行了大量的彩排 还有练习 甚至精确到是跨八步还是跨九步 是先摆左腿还是先摆右腿 那被冲击波震飞之后 撞碎车窗的这个调度 可以说是整个彩排构成中 最艰难的一部分 那在高速奔跑 惯性很大的情况下 那我跳起来突然被威亚施加利 改变方向 然后再撞向汽车 再摔在地上 不得不说真的非常痛 即便我穿了这些五行的护具 龟背 还有各种护甲之下 一遍遍的调整还有排练 真的是把我折磨得够强了 就我的手为这种地面 因为经常会有这种碎玻璃 然后疯狂地擦你擦进去 非常疼 我现在这个腰 也还是非常非常的难受 真的 做一个五行 做一个特技演员 实在是太辛苦了 那如果说彩排是对我身体的考验 那真正开拍之后 爆炸产生的热浪 还有这种近代支持的火焰 是对你这种心理上折磨 那由于我是第一次拍这种爆炸戏 即便团队给我做了很好的保护 烟火老师也很专业 但是你还是会多多少少 有这么一点担心吧 你看看这个画面 你背后有这么大的一坨火 你能不担心吗 好在Vivo X60 Pro Plus 没有辜负我的担惊受怕 和这种漫天的火花 得益于蔡司镜头的高解析度 即使像爆炸这种细节如此丰富 亮暗变化如此巨大的场面 它的画面依然锐利清晰 层次分明 那值得一提就是 蝶中蝶三里面这段爆炸戏 正好也是用蔡司镜头来拍摄的 那就这次拍摄而言 你所看到的所有烟火效果 都是烟火师的现场创作 那比如箱子中弹的镜头 其实就在箱子上预示了炸点 那当我举起箱子 跑到预定点位的时候 烟火师就会按下无线遥控器 然后立即通电引爆雷管 那速度很快 所以你能在眼睛察觉不到的情况下 实现这种逼真的子弹射击效果 那箱子在空中爆炸 也是有同样的原理 只不过药量会再大一些 不过箱子之所以碎的那么厉害 跟我们特意选了比较脆的ABS塑料箱 也有很大关系 那不得不说 箱子碎的瞬间 还是给了我们这些 没见过世面的小孩开了眼 那现场隔着几十米 都有很强的冲击感 那箱子可以炸 但是人不行 如果你在电影里看到 人被炸飞的场面 那肯定都是穿着戏服的道具人偶 在努力扮演 然后通过紧别的切换 也不会产生很强的威和感 那我踩着炸点 一路狂奔的片段 可以说是相当惊险 因为人离炸点其实也不远 那烟火石需要紧盯某的位置变化 随时控制一个个炸点的引爆 而我在爆炸启动的一瞬间 要开始逃跑 逃快了就少了惊险的感觉 你逃慢了 那你就是那个道具人偶 那当然实拍的前提 依然是烟火石根据我的调度 已经设计好了炸点的密度 还有强度 并且严格计算了安全距离 所以屏幕前的观众 请各位千万不要模仿 这个东西太危险了 那除了爆炸 震弹器的拍摄本身也不是特别简单 那摄影师需要倒坐在一辆电瓶车上 然后在颠簸的路上 拍摄狂奔的我 那幸好Vivo X60 Pro Plus的稳定性足够强大 要不然双手拿稳定器 还要保持平衡 兼顾构图 那确实还是比较危险的 那当然爆炸系的拍摄 肯定也少不了多机位 还有升格 毕竟爆炸转身即逝 每一朵火花的绽放 其实都金钱在燃烧 那回到爆炸 其实最后飞溅的玻璃 也不是真的玻璃 而是糖玻璃 这个其实在影视专业拍摄中非常常见 糖玻璃的成分 主要是糖 玉米糖浆 还有水 那主要为了保护演员的安全 所以并不会有这种很尖的轮角 那我其实还舔了一下 甜到时候不甜 但是很脆 就一掰就碎 影视制作中 其实还有很多以甲乱真的道具 那比如说很多石头 就是用泡沫做的 插到人体里的刀 也都能伸缩 那种动不动就拿来爆头的啤酒瓶 其实也都是树脂玻璃 而正是因为影视工作者 这些巧思和创造 才能使得无数刺激的画面 得以安全的视线 那说到这里 本期节目就已经接近尾声 我们非常清楚 这次拍摄和真正电影制作之间 那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但只有体验之后 我们才会知道那些宏大场面 背后的奥妙 那相信看完这期节目之后 你也会有所收获 能对你有些帮助 如果你对本期节目有任何建议 欢迎评论告诉我们 下一次我们可以试试 更多的特殊拍摄 那以往的电影级别的镜头 和我们普通人 有着无法逾越的鸿沟 而现在你手上的X60 Pro Plus 也拥有了充满信仰的小蓝标 非常期待你们也能用这款手机 创造更多的电影级画面 让我们一起用经典 致敬经经典 在此感谢VIO对我们的支持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期节目的期待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